嗨 我是彼得 如果你喜歡角蛙 也想要獲得最新的角蛙飼養資訊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遺漏我們的最新資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彼得角蛙 我們今天要拍攝的主題是 小型蛙蓋如何過冬 小型蛙對溫度的忍受度 比大蛙對溫度的忍受度相對來講更低 所以說小型蛙它在野外的時候 是很難度過冬天的 那我們現在不一樣 當我們在人工養殖的時候 該怎麼樣幫蛙度過冬天呢 一般比較常見的角蛙過冬的方式有 一是使用加熱電 然後第二是使用加熱燈 或者就是直接讓它冬眠 不過因為冬眠的風險太高 所以說其實我們一般都不是那麼的推薦 加熱燈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在瞬間加熱的時候 會造成它的造色道的地方 溫度比較高 而且它的溫度可能可以高到五六十度 甚至更高 那這樣很容易將蛙灼傷 所以說這是它的缺點 然後再來就是加熱燈 你不可能一直很長時間都開著 那之後就出現了所謂的 加熱電的過冬方式 那加熱電過冬方式 現在最普遍一些 最多人使用的 它就是一個穩定的加熱的熱源 然後你電在你自己的 鋼子的三分之一 然後讓它就是做出一個熱區 讓瓦魯會覺得說 喔我比較冷 我需要高一點的溫度 然後它就會到那個熱區 太熱了 那我想要到比較涼的地方 就會到比較涼的地方 那可是它也是有它的缺點 就是說假設今天你在加溫的時候 你的加熱電的瓦數比較高 那它那個加熱的熱區會變得很熱 那如果你的飼養盒如果沒有很大 那它其實整區就變得很熱 那假設你的加熱電的瓦數比較低 它在這一區可能就會變得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足夠的熱源 這兩種加熱方式都有它的缺點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新的一種加熱方式 第三種加熱方式 也是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產品 就是恆溫鋼 這個恆溫鋼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準備一塊海綿 然後海綿的面積呢 跟你的飼養鋼的面積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有定制一樣的尺寸的海綿 好 它大概鋪設下來的時候就是整個 包含了整個飼養鋼 然後這時候呢 你要把海綿 我們只需要海綿的三分之一 我們只需要海綿的三分之一 當它的就是濕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留下三分之二 我們把三分之一減掉 當然如果你想要讓它有更多的 就是乾燥的地方還是可以 但我建議大概三分之一這個比例是會比較好的 好我想你們應該會做的比較好 好三分之一 然後 留下三分之二之後把它當成是乾燥的地方 把它鋪設下來 這時候初步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好然後第二步呢是 就是加水裡面的濕的地方呢 它的水的高度大概就是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不要太多 就是在海綿的大概二分之一左右 好這樣看起來差不多 好這樣的狀態呢會 就已經完成初步的設置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所謂加熱的部分 那我們的旁邊這個衡運大師呢 這個地方是拿來加水用的 好我們可能先加 大概三公升的水 我這邊有刻度 數學還要很好 這是六百細節 好這樣剛好是三公升的水 它剛好會在我們貼紙的 差不多在我們貼紙的下緣 這樣就是三公升的水 好然後我們就是 準備一個 可以調溫度的 加溫棒 那這個瓦數是建議大概二十五瓦 甚至再低 就是越低越好了 然後把加熱棒呢 放在 恆溫大師的底部 你可以把它貼著 這樣子 就可以 把挖放進去 小型話我們就是選一隻 我們自己 脖子 躲避式放進去 這樣的設定就可以了 這時候呢 就會比較重要 所以需要你知道說現在的室溫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溫度計 假設今天是十九度的狀態下 那你的加溫棒 記得設定二十度 就是你只能夠比你的室溫高一度 它大概三個小時可以加一度 但是就是一開始是慢慢的 從就是室溫往上加 所以十九度就設定二十度 那二十度之後三個小時 可能就變二十一度 那它最好的溫度呢 大概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看你想要讓它是 怎麼樣的 設定是怎麼樣的溫度 那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會 就是需要這樣的設定 第一個是因為 加溫燈本身呢 它是 它是由 空氣去傳導它的熱能 所以說它可能會 在某一個局部 的地方會很熱 加熱電也是 加熱電它的 缺點就是說 它其實今天它的加熱的方式 我們並沒有辦法很 可以很精確的知道說 它現在到底是幾度 那所以變成說 我們這樣子的設計 可以有水去 去加溫 然後它有水去 涵蓋到的 的空間 基本上都是可以 變成是我們要的溫度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精確的 知道說 我們幫蛙 去創造的這個環境的溫度 大概是幾度 我會希望你說 你們冬天在飼養蛙的時候 像波子這類的小型蛙 其實可以設定大概在二十八度左右 然後算有些像是 蝴蝶腳蛙 其實它也是需要比較大 比較高一點的溫度 它才會吃東西 有了這一組恆溫大師的話 你就可以很精確的知道說 喔我現在需要給蛙的溫度是幾度 然後因為我們的側邊這邊也是有水 所以說它會很 它會涵蓋在 洞口以下的地方 假設你今天設定二十八度 它這一區大概會是二十八度 那因為我們上面 就是我們的溫度計跟下面底部有一個 空間上的落差 假設你今天設定 加分棒設定二十八度 那這邊大概會是在二十六 上面會顯示二十六度左右 那就是二十八到二十六度中間的那個range 那這樣的溫差 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是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是舒服的 所以說它上面的溫度 跟十一山溫度會有點 不太一樣 對 不過它並不代表說 就是這樣的設計是不好的 其實不是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現在的室溫是幾度 然後有現在的室溫下去調整 那大概還是一樣 就是這次重點就是說 三個小時調一度 然後不要讓它有很劇烈的溫度改變 那這樣蛙就不會 不會容易的感染 或者是說感冒 對其實蛙也會感冒的 這是一個 我覺得目前為止是 比較好的過冬方式 然後我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的蛙在冬天就是想要睡覺 或者是不想吃東西啊 或者是說它有 精神狀況不好的狀態 你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們自己嘗試 比較長時間的使用狀態下 其實是像波子這類的小型蛙 就是不會有想要睡覺的問題 當你的蛙發現 就是它已經有開始有冬眠的狀況的話 那你餵食部分就要比較注意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恭喜 它可能就可以安全的度過這個冬天 這是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產品 那我介紹給你們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是說你對羊蛙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或是說就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加我們的官方LINE來詢問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